我们是台风天啊 谁会 谁会的风暴雨 闪电下狂风暴雨 让学生激动学起台风天 新闻播报 台南银海高中 26号早上9点 空中闪电不断 拍到瞬间 激动大叫 紧接着是轰隆隆的雷声 同样是早上9点多 在台南安南区 民众手机拍到闪电瞬间 后制放慢动作 看得更加完整 重新向暑及时闪电资料中 看到26号早上 从6点钟开始 密集闪电不断靠近 早上9点到台南 高雄山区也有 近中午扩大到 陶竹鸟双北地区 下午2点后 集中在屏东台东 细上脸书粉砖 天洁风险就听闻说 闪电列车又出现了 不过这种对流系统 实在不像春雨 春雨来说的话 它会是一个移动 比较快速的一个封面 那这次下来的这个封面 它其实结构并不是非常好 北风推动不动它 它就会溜在台湾的附近 所以它的降雨时间 就会比较长 专案分析这两天 封面来袭强烈对流雨 因为西南风带来了暖空气 比封面带来了冷空气 还要多 不过春雨冷空气大雨 暖空气 封面快速移动 比较类似绵绵细雨 而这波降雨 反而比较类似梅雨 冷暖空气势力相当 目前还没到梅雨季 5、6月印度洋 西南风水汽多 没雨时间就持续更久 封面带南边的这些降雨 到了今天晚上 明天这段时间 还会陆续的靠近台湾 周五晚上到周六清晨 中南部雨势还是大 到周六早上 封面持续影响 全台有雨 周六下午台东屏东 雨势才虚缓 周日中部以北 雨势还是大 周末假期 仍要严防志在性降雨 铁北新闻 开车遇到下大雨 天空突然一道闪电打下来 前方电感瞬间爆出红色火光 没多久再度窜出蓝白色闪光 民众立刻停下不敢前进 这里是台南安南区长溪路二段 二十六号早上 因为大雷雨击中电线 电线断裂 艾滋也被击中 造成当地378户停电 抢修到下午才全速恢复 不止台南高雄山区雨不停 雨势猛烈到能见度很低 山头雾茫茫一片 高雄市府紧急公告 考量师生安全 桃园区宝山国小 下午三点开始停班停客 伴随阵阵雷声 高雄市区中午前后 风雨就没停过 民众撑的伞几乎都快解体 下午一点多高南公路机车道 地势低洼处还积水超过三十公分 气象署预告 台湾西南方近海有刨线系统接近 下午一点靠近高雄屏东陆地 也发布大雷雨预报 南部地区其实这种天气状态 全区都会有下雨 那对流比较旺盛的对流包 就会有容易产生闪电的部分 害怕又淹起来 因为之前淹过两次 地下室整个淹到地下室整个满的 每逢大雨避淹的 陈清路本管路防水闸门前一天就装好 就是怕大雨杀得措手不及 而在屏东东流线也有民众拍下疑似 因为连日降雨布袋连随着吸水冲到出海口 而古山渡轮站也一度因为高雄港七级阵风 海上巴士停航直到下午雨是滑河 才恢复正常通行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雨炸高雄好不容易有一段空档没下雨 救护车却出动穿过陈清湖园区步道 多位民众忙着指引救护车 因为一旁不但有大树横躺在地面上 还有民众倒地 落叶四散在树木周遭围起封锁线和三角追 一名66岁理性男子26号早上 独自一人到高雄陈清湖园区散步 当时疑似正在下雨 路数突然倒塌 杂重男子的头部和脚部造成撕裂伤 送医急救后仍然宣告不治 根据气象鼠统计26号早上 在高雄鸟松人武地区阵风最大都有八到九级 陈清湖在官网公告 考量地震和滞留封面强降雨造成土壤松动 发现游客被倒塌陆树 押注伤亡事故 宣布从26号下午12点开始 临时风源一周 预计5月3号周五确定安全后再重新开源 66岁男子不幸丧命 胎水公司持续联系家属将依公共意外险最高 理赔三百万另外在市区 下午两年左右前镇区的中山和中安路口 也有一辆多元化计程车被路数砸中 这次49岁蔡信司机跟两名乘客没有大碍 但雨势不停 难保路数倒塌不再发生 天空乌云密布 隆隆打雷声伴随雨势响起 风面过境迎向26号澎湖气候恶劣 大雨滂沱开在路上能见度低 眼前一片雾蒙蒙 码头挤满旅客穿着雨衣称雨伞上船 不过搭机名就形成道士被打乱 雨下蛮大的 然后又打雷这样子 就是飞机延误这样 可能会开放的 目前还不知道等候停止这样的 许多人困在机场大厅 或在候机室等候消息 由于封面通过澎湖县 发布大雷与即时讯息 分别在上午8点13分到9点05分 中午11点4分到12点25分 两度暂停航班起降 有10架到场及13架离场的航班 1796人 受到影响 有人就提前来报道 怕上班日回不去 有人说怕 也是怕说会回不去 可是因为他说飞机还没有 就是现在他时间不确定 会不会也报 这样子 因为我们是两点的 11点05分的时候 现在目前机场上班又累 所以现在的航机 又受到天气的影响 所以航空公司暂停疫情作业 其中一班上午由高雄洗杯的班机 在澎湖机场上空滞留盘旋亮灰 后应油料耗尽返回高雄加油 在起飞前后折腾三个多小时 超大雷雨 让班机调度大乱 形成一波三折 台中山区大雨和平景分局远景巡逻 在台八线记忆中心产业道路发现 约四公尺高的树木横倒路中 两名远景赶紧通报 也在公所人员到场前 先协助交管排除部分路数 外首开挖 谷关往离山方向 中横变道又出现大面积摊坊 19.7K处 这里也是4月3号花莲大地震后 路基受损路段 公路局抢修好几天 因为25号晚间山区大雨 又出现了重复落石摊坊 路基再度受损 还有这里22.1K处 26号上午大面积摊坊区域 巨大落石滚下来 也导致谷关公务段人员 在抢修过程 得不断闪避危险 但由于现场雨势不断 那落石情形也是一直在发生 因此在今天26号不得已 我们紧急宣布 封闭中横变道 是天后降雨情形 那希望可以尽早恢复 中横变道的正常通行 中横变道在封闭管制 离山居民只能改走 台七甲县往宜兰 或经荷欢山 往南头普里方向下山 除了大雨 渔震也威胁古迹公庙 门绳 现在这一个直接裂掉 有着289年历史的彰化路港天后宫 传出三川殿隆边大门 下石门就断裂 门绳门板倾斜损坏 庙方赶紧通知文化部 而目前文资举同意 先将门片拆下 也已经协同专家 前往处理 信徒相克 要先从其他出入口进出 TVBS新闻黄国军 陈志忠宏 蔡伦台中彰化 采访报道 中午12点半 邮才骑车经过 突然前方路数倒塌 扬起一片烟尘 后方骑士发现击杀 但邮才被砸中 连人带车倒在大树底下 小蒙队货报道场抢救 邮才因为被砸中 严重失血 失去意识 紧急请路边的堆高机协助 还有人帮忙用电锯 锯断树枝 总算将人给救出 紧急送医治疗 事发地点就在彰化 分原乡张南路上 倒塌的树虽然被锯开 但机车还压在底下 严重损毁 警方表示近日因为 中部连日大雨 疑似路边黄花枫林木 根部土壤严重冲刷 失去支撑倒下 意外砸中送信途中 48岁的孙姓邮差 经纪送王草屯幼名医院抢救 仍然宣告伤重不治 令人难过的是 邮差的阿姨刚好路过 看到侄子被压到重伤送医 只能在旁边帮忙 事后整理物品 她说孙姓邮差入行25年 表现良好 这不过意外发生前 她还曾发讯息提醒朋友 雨天骑车注意安全 个人脸书封面罩 还放着张南路上 知名的黄花枫林木大道 没想到最熟悉 也是最爱的路线 却也意外带走她宝贵的生命 旅游新闻 陈志宗彰化采访报道 大量泡泡水 从天花板倾泻而下 吓得有女子忍不住尖叫 尤其整个停车场 满满都是泡沫 而车子遭殃 人要过也得踩在泡泡上 神炮不小心滑倒受伤 这里就在台北市 第二殡仪馆停车场 才刚启用不到半年 25号中午又民众也发现 地下四楼停车场A区 出现小瀑布 实际回到停车场 小瀑布的位置 目前已经安装上 新的管线 没有肉水的问题 状况已经排除 水管上能看见残焦 但大家不满的 还有整体车道安全性 停车场出路口 都有设置一个红绿灯 等于说你要出去 或是进来多少 都会塞在车道当中 引起驾驶人不满 虽然出口处设置监视器 让驾驶注意情形 只是网上开车道窄 遇到红灯就会像这样 被迫停在坡道上相当危险 针对停车场问题 二兵管理处也回应 地下四楼管线本来就在维修 又恰巧布置业者推车过程 不慎撞坏地下二楼 消防装置 导致水不断向下流 状况两个小时内 排除管线加装完成 而车道部分 经过设计而符合法规 并在周遭贴上标示 要驾驶 放慢速度 请勿跟车 铁扁新闻 新闻想王思淳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